许多中国有钱人到美国生小孩 让小孩成为美国公民的叙实已经不是新闻了 但是有月子中心专门帮中国有钱人安排这种生育之旅 尤其以南加州最为盛行 美国国土安全部门开始对这个产业展开取地 位于成县尔湾 罗兰港 洛杉矶 瑞丘 库克莽加 及核桃市以及圣贝纳迪诺的近40家月子中心遭到搜查 执法人员搜出了城乡的纸尿布多台电脑和文件 是岸的三个移民公司 包括城县的拟营美国度假酒店 洛杉矶的明星婴儿护理中心和USA快乐宝贝公司 包括国土安全部 财政部 国税局等多个执法部门 联合进行了此次搜查 这就是早晨被搜查的月子中心之一 位于罗兰港的Fresent Ridge豪华公寓 被搜查的豪华公寓另一侧区域 仍可见到亚裔面孔的孕妇在街头行走 这位女士并不欢迎来美生子的孕妇 由于外国人来美生子并不违法 如果经营手续完备 税务没有问题等 组织生育旅游的经营者并不会被美国政府起诉 而对于隐瞒来美生育事实 获得签证者将视为签证欺诈 而如果孕妇聘请了律师并辩护得力 可以获得资愿离境 资愿离境对孕妇将来再申请签证或绿卡没有影响 据移民研究中心组织估计 每年的生育游客约有4万 究竟有多少中国游客在这片土地上 生下了美国公民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 新唐人记得魏然正号洛杉矶采访报道 游客 游客